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一起美食探店的时间了 今天刚好是周日又恰逢二三年的元宵节 摄影工作室的工作忙完之后呢 我来到了位于横滨的中华街 没想到的是当地的日本游客 好像对于元宵节更充满了好奇心 到处可以见到大街上吃着小吃的日本女生 和对着元宵午时一直在拍照的年轻人 今天我来到的是一家以粥作为卖点的小吃店 能够喝到粥这在海外来说已经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了 这个是他们家的菜单 第一页和第二页基本上都是各种口味的粥 价格定位都是在1000元前后 如果是食材比较稀有的话 会对每天的供应做一个限定 除了粥以外呢 一些常见的诸如小笼包饺子之类的主食 也会出现在菜单上面 这个是今天点的一小份蒸鱼 它是用心蟹馅南鱼藻式青木酒造出产的酒造 腌制而成的 鱼它可能选用的是鱛鱼或者是赤鱼 鱼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肉质非常的鲜嫩 也没有任何的鱼刺 鱼身上的汁水明显可以感觉到非常浓烈的酒精味 配合着鱼身上的其他酱油等调味料 非常的有特色 这一小碟的鱼肉 550日元作为喝粥的前菜再合适不过了 店的名字叫做谢田记 在中华街一共有两家分店 现在我在的这家是二号店 一号店我之前也去过就是非常的拥挤 而且门口每次都是长长的队伍 几乎都会把人给劝退 而二号店呢 就相对而言非常的宽敞了 但是它也是非常的有人气 每次来要么就是门口排队 要么就是店内爆满 这个就是今天点的虾仁粥 里面主要有虾仁 然后表面是撒了一些葱花 油条还有香菜 如果你不吃香菜的话 可以提前说不要香菜 粥的口味呢 整体是咸味的 带着一些海鲜的味道 但又不是过于的浓重 粥用的碗非常的大 与其说它是碗 更确切地说 它接近于盆 一碗粥几乎已经是占据了 半个桌面的空间 店内随处可以听到碗筷的声音 这又让人想起了 国内过年时候的那种热闹的景象 和日本料理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粥里面的虾肉 分量还是非常的足 每个虾肉肉质饱满 如果是在日本的店里面 基本上这种情况是很难想象的 喝粥喝到最后 食欲是完全被提高到了最高点 于是就按照最传统的喝粥动作 好好地享受这最后的 也是最美味的时刻 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一碗喝完之后 是完全停不下来 于是我又点了一大碗 三仙粥里面有鱿鱼 白生鱼还有扇贝 这次的话得仔细地找一下 因为白生鱼和鱿鱼都是白色的 然后粥也是白色的 找了几次之后 才终于看到有肉类的出现 在海外呢 其实了解粥的当地人 并不是非常的多 也希望当地的朋友 能够经常过来光顾品尝 希望他们知道 喝粥也是中华餐饮文化当中 一道很独特的风景线 好 以上就是本期美食探店节目的 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